馬路客所造成的水煩 讓南大政府跟草屯地區的民眾 都是相同的氣氛 因為只要一個大河 馬路客的水都會隨時危害到附近的機密 為了要解割水煩和水煩的問題 理法外媽文君就邀請了第三好傳教 以及廣布幹部處在內會抗 但是民意代表也都紛紛拿出 對馬路客的經典意見 第三好傳教表示 馬路客的水煩會對南大市 正興救王下友來所作 對處立委提起好傳教要關鍵來做 從正興橋以下 在32段面到19段面 我們大概規劃有四年的輸進計畫 大概分四年 一機的輸進量是200萬立方公尺 那委員這部分也建議過說 我們盡量縮短期程 那我們也會盡力來克服這個問題 我們何傳教來到現場 看到已經有做粗幅的結論 當然第一點就是收純的部分 我們希望有的後段 要加強的部分 希望雖然我們是四年的結尾 我們要求在兩年至三年 希望這樣齊成可以完成 南大市区在一個月內 就有兩次的大飲水 在寶貝地區民眾 只要一落後就開始煩惱 第三好傳教表示 寶貝地區的地勢比較多 再加上白水不良 再造成飲水問題 他建議管府應該失去抽水戰 來應用到白水不良的問題 他整個是我們內水根本就排不出去 不是 我想內水排不出去 因為地是低 一般白水用綜藝排水 你如果沒辦法排 你就要做抽水戰 你不能說我白水就這樣 沒辦法 但是你老百姓 他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你剛才一定要抽抽水戰 你總理排水沒辦法 因為我們抽水戰是10年 現在是50年 你如果說我們在排水戰 做逆子雜門 你如果超過10年 雜門的使用關起來 排不出來 所以我們只要靠抽水戰去抽水 這本來就這樣 所以說你南大市区 你要去檢討 有沒有需要輻射抽水戰 你要去檢討 做做做做 我們現在正在檢討 是是是 另外在北南九和火流口 下游計劃提供提供的工廠 第三個全球支出 已經兩集工廠實施計劃 會在4年來 北江湖議員 來進行到提供的工廠 記者今天聽彩虹報導